今天從松山機場搭乘國內線班機到台東 要來找一位多年的好朋友見見面 除了要看看他擔任甲祖球隊總教練的訓練方式之外 也要跟他好好聊一聊一路走來不簡單的棒球路 從空中俯瞰平時打球比賽的場地也是挺有趣的 抵達台東航空站囉 下飛機的時候天空突然飄起了不小的雨勢 不過我相信今天老天爺會給我一個好天氣的 用叫車APP居然叫到一台特斯拉 上車的同時天空也漸漸露出藍天囉 久違不見的台東第一棒球場 今天要來看由桃園市對上台東在地的麒麗珊瑚隊 下飛機 這邊是麒麗珊瑚的重量訓練室 那其實設備應有盡有 該有的重訓器材 TRX 核心的訓練器材也都有 像這邊也有 TRX 可以使用 去訓練球員的核心肌耐力 那這邊也有跑步機有要求 大概有的大器材都有 其實我覺得它的設備準備得非常齊全 然後啞鈴槓片應有盡有 算是蠻完整的 這邊也有看到它的核心訓練的流程 按你的腹肌核心訓練 你的捲腹抬腳登山式 你這個麵要先拖好 從一開始這個麵 這個麵就不能轉 這個左膝變成是左膝帶你的 這邊左膝先用力 這個才出來 所以你到後面之後你的腳 前這隻腳沒有辦法去穩定 這邊去下這個角度去踩下去 所以會變成是腳跟 所以你丟完之後一直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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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會影響到你後面這邊 最後這個東西的放球位置 那在這邊 你變成不是 手肘不是出去 手肘不是出去 是你用你的左邊 把你的手 帶到要出手的位置 所以變成你正面 才出去 這樣怎麼 所以你為什麼你的放球 最近的控球位置 都是很長 太低就是太高 沒有辦法丟進去中間 這樣 這樣 發力的時候 然後就先 撞 這個面子要維持它 然後 最後變成是 這邊 走下來到這邊 都是 然後這邊 開始衝動 這邊都不要管它 這邊都不要管它 現在都不要管它 只要先把這個 最後一次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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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看到這個 這個速度要先出來 OK 那你 你有在注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腳就換了 是不是更好 對 就很明顯 就是要去的 然後我跟你 你剛剛講聊的 我那個 就先把這個 啟動這個速度 這個先做好 先不要 這邊都是 穩定而已 所以要還是先把這邊 第一個步驟要先做好 你看它就超很多 所以 這邊 先這裡 就是 其中間 都超 三 然後 東西 要忍耐 然後 旋轉發力 然後 後面再換它 對 不是 叫你怎麼這邊 不是 它要先 一 對 它不能在它 轉 這個 你再做一次 對 對 有 它的力量已經沒有了 這邊怎麼會有力量 到這邊已經沒有了 這已經 力量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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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到這邊 這已經到這邊的腳 這邊怎麼會有力量 我組織下來 就是這個發力 撞 這個面做好 因為你現在在比賽期 你不能給它動它 你只可以 重心點一下 因為這比賽期 所以 它在講的你都聽得懂 好 跟你講 但你在投的時候 你會去注意到 它 所謂的發力的地方 你在投 自己在投的時候 你感覺的到 感覺的到 所以它調整你 應該說它的調整你也感覺到 出去的球會不一樣 對 還有那個 棒球的感覺 棒球的感覺 同時間 重訓這區 也有另外一位球員 自發現的來訓練 想要從甲組棒球 再更上一層樓 唯有不斷 自我要求 才有機會往上爬 你們賽後都會自己來自主訓練 都會恢復 這邊也有很多的罰球機 讓球員可以在這邊 做自主的打擊訓練 這邊的器材 會有按照圖表 這邊都按照圖表 放回原位 重訓完會在進行踢座自主訓練 球隊提供好的環境 讓球員可以想訓練就訓練 看完了指導球員訓練後 就來聽聽他的棒球生涯 好久不見 就是你跟誰姓嗎 那個人是原住民的身份 就是 然後我就姓 我姓我 我到終於要開始姓我媽媽 學費就 結免多 然後還是退休了才說 我退休了就想說 家裡三個男生 結果我姊還是姓潘嘛 跟我爸爸姓 然後三個男生就姓真 剛剛第一個孫子要出來 然後剛剛自己改姓潘 小孩子都姓潘啊 讓我爸爸開心一點 原來是這樣 我就想說應該是因為 因為補助的關係 是 你知道大學 如果我沒有 我是姓潘的話 我學費要兩萬四了 如果我姓真 學費才四千 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 演考是皮剝掉嘛 阿皮 國小是普手 對啊 主要是那什麼 主要是 高中的時候想要 就專精投手 你是三級都在台東面嗎 對啊 那時候不會想要去西部 想啊 可是沒有被發現啊 那時候都沒有找你 對 我們都太弱了 所以你三級的時候成績還沒有 也不是沒有很好 不喜歡我們這種黑黑的吧 沒有 那時候就沒有被注意到 那你大學怎麼會去開店 大學就跟他去 加拿大打四千嘛 那時候你有選到四千嗎 有啊 我們跟 很胖啊 金龍啊 可是你如果高中都沒有 都沒有成績的話 怎麼會 會選擇四千 沒有啊 就是 高中那時候高二有投出來嘛 然後 有選到 他們那時候我們是有藍白嘛 然後 那時候我是白隊 我跟英勇傑同一隊 古堡那個 對 然後就投的 就還OK 然後就最後有入選 那後來就去了太平 那你後來那時候大學投入成績 所以到了 有選進那個四千塊大學 放學比賽 對啊 那時候剛好那一屆有奧運 然後想要拼到 大家都想要拼到奧運培訓隊嘛 那時候 怎麼怕他們是在奧運培訓隊啊 他們就去荷蘭打嘛 那我們那時候 可能那時候沒有那麼穩定吧 我們就留在台灣打 十大棒了 對 對 可是 一開始沒有被設定的先發 對 被設定的先發 一開始是後面 然後 墨西哥那一場 輸的一千塊沒有丟好 我們就 第一局就接上去嘛 就投完了 可是那時候我們投的沒有像 我們投的比賽強度沒有很強 就碰到不是像 那時候大家都想要投 日本、韓國、美國啊 那時候日本誰丟啊 那時候都是Monkey啊 Monkey在丟啊 Monkey丟日本、美國啊 Monkey那時候最好嘛 對啊 我們那時候只是 那時候我們的球沒有像方天那樣的活啊 那你還記得06年 今年賽呢 你那個入選 覺得心情如何 那時候就 沒有說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那時候就想要拼看看 因為那時候還是業餘嗎 對 那時候就拼 啊真的拼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就想說有機會去丟嘛 因為日本隊你有出來丟嗎 就來丟一局 欸沒有丟一局吧 你有丟完了 你還記得那時候感覺如何 全場五萬人吧 那時候沒有想 那時候就是沒有想很多 就是 你就是拼了 就是全力去全力以赴啊 對啊 碰到松中信念 還有錫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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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但是說有測到九七啊 我記得你最快一五六 對啊 九七啊 就是那時候有測到 可是那時候你沒有想那麼多啊 那時候就是全力拼啊 那時候火腿說有來接觸你 沒有啊 他說講一講的 沒有沒有真的來給你看 就是媒體寫的啊 可是那時候媒體會幫忙push一下嘛 希望用媒體的力量讓 就曝光一下 可是真的 沒有真的沒有接觸 但是那年丟完以後 先去熱天測試嘛 跟給紅神敗嘛 去熱天秋訓嘛測試 然後測一測 也是說本來要簽育城 那時候我們沒有在 那時候選手我們出去都沒有簽育城 啊所以經紀人是說 拼一個正式學員的人員 因為06年年底你投了蠻多比賽的 沒有那是06年丟完 經典上丟完以後回去開始 丟春季國內的春季聯賽 大專的還有跟 那時候是大專跟葉宇一起打 那時候才開始進步 我跟那個那個 那時候詹字瑤回去就 啊我們的企圖心就比較不一樣 經過那張力以後就回來就差不多 你是經典賽後才去阿拉斯加還是之前 不是之前 怎麼會有那個因緣機會去阿拉斯加 也是經紀公司幫忙找機會的 喔經紀公司幫忙找 那時候盛偉就跟你同一個經紀公司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盛偉是剛好一起去 有名額然後找我跟孫文一起去 那時候印象如何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也 那時候去的時候就剩我們兩個 我們沒有翻譯阿 沒有翻譯 那你們怎麼溝通 那時候住 我那時候有一點英文的底阿 簡單的英文加肢體語言 就差不多上面要知道什麼 如果真的碰到問題就打給經紀人阿 那時候我們就住技術家庭嘛 他安排在我們的技術家庭是還不錯的 技術家庭 那時候去打多久 兩個月 對手都是外國人 對 對手都是那個大學的 也是一二年級的 那強度也很強耶 以我那時候去看 我覺得他強度很強 就是 你在對決的時候 也是都要全力的 沒有那種輕鬆的效果 二週也成長很多啊 所以你現在碰到盛偉 你講到阿拉斯加他也是很開心 那時候有那個經驗 還是他最很好玩的經驗 比賽完幫忙整理球場 他是在哪裡 就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在當趟 會很冷嗎 會啊 可是他那時候是算夏天 夏天都是都是亮的 他的窗簾都超厚的 那時候我們只要打完比賽完 結果要整理球場了 那結果可以賺利用錢啊 我跟生活就是多去打掃啊 就賺很多利用錢 賺到錢我們就去逛貌啊 阿拉斯說那邊的 那邊買東西不用就是免稅啊 買多少就是多少錢 我們說存一些錢然後去買 那我去阿拉斯加是很好玩 阿我會去釣魚 也說沒有比賽的時候去釣魚 可是你釣魚的時候 你要先去Walmart 大賣場買釣魚的證 你才可以去釣魚 釣魚證 就可能20塊一天的釣魚證 你沒有買的話 你釣魚如果警察問你的話 那個就會犯法 會花錢 阿拉斯說剛好是鮭魚在那個 最多的北流的時候 欸對對對 你流到殘暖的時候嘛 你去釣 釣完的時候很好笑喔 我們釣到了 然後回去 我們吃魚烤魚的時候 還是煮魚湯 我們會吃全部的魚下去煮嗎 他們不是 他們就是那個鮭魚嘛 他就切這面 他只有吃那一面 那一面帶回去 阿另外一面丟回去河裡面 阿我跟聖偉講說 怎麼那麼可惜 然後我跟聖偉就覺得 那麼大的魚可惜 那個魚頭那麼好吃 應該要煮湯才對啊 很好笑 技術家庭也是抓 也去釣魚釣魚 釣魚一條回來 他看我們跟聖偉就一直在看那個頭 他也是覺得為什麼 你們不吃這邊 為什麼全部都要其他的要吃 他說我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在台灣是這樣吃阿 你們一樣 他們沒有就吃一面而已 對不對 釣的時候 勾到身體的 不能再走喔 那他自己咬的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夾鵝嘛 會亮片的 就丟然後拉 拉 丟回去 我們那邊就是打球 釣魚整理球場 買衣服 我們有出海釣 出海釣我們去釣那個 比目魚 那個很大喔 阿他是扁的 他的兩個眼睛是在上面 他是扁的 那個拉就 那個拉就很爽 坐在船旁邊嘛 他就一個桿子 他的桿子就這樣很短 阿他的牽很重 丟出去的時候就很深 你看你釣起來多少 你要的話就拉上來 不要就放掉 我們後面釣起來 我們都沒有拿 用 我們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說可以用那個 冷凍的寄回去台灣 他看到那個漁港 可以幫你處理 可是我跟孫偉就 不想要 我們就算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體驗到 我在小聯盟那個 坐很久的車 我們那時候是 我們要去一個比較 舊的城市 在阿拉斯加 是比較舊的城市 最早發展的地方 叫Fairbanks 在比較裡面啊 他是那個什麼 他是最早先發展出來的 他們在掏進都是從那邊開始 從那邊然後慢慢再發展到 安克拉治 他們現在的市中心嘛 對啊 我們是市中心的球隊 我們就坐 14個小時去 一趟就14個 14個小時去直接比賽 一到就比賽 那應該是兩個兩個人這樣 對啊 Double up 兩個一起坐啊 沒有一個人 我跟孫偉坐啊 你沒有東西喔 那時候手機不是像這樣 手機就是那個 Nokia那種的 玩攤石蛇 對對對 也沒有東西可以看 你知道水生廳嗎 對 聽音樂這樣 而到了就比賽 我跟孫偉還傻眼 應該是先回去住的地方吧 我們那時候 我們最開心的是有什麼 你知道嗎 電湯匙 煮泡麵 我們的包包都是泡麵 我們想說 一直吃泡麵 沒有感覺要買肉嘛 結果他們超市的肉 他們都是包生的 包在三明治裡面吃嘛 我跟孫偉是放在湯裡面 加熱 好笑 然後你知道那個 人家生的肉是包三明治的 我們兩個放在泡麵裡面煮 這樣吃 他們的麵要爽 很好笑喔 我們去那個客廠 是住貨櫃裡面 然後隔起來 很好玩很好笑 剛去特里突然的時候 那時候語言有不同嗎 還是可以嗎 那時候已經OK了 可是那時候 有一些開會還是要自己去 碰到狀況 今天比較狀況 你要跟總教練找你進去開會嘛 他要跟你講今天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你解釋一下 比如說碰到這個打擊你在想什麼 那時候一開始會緊張 然後還有那時候有五招官嘛 那時候也是在抵抵案嗎 對那時候他交易過來這邊 他從水手交易過這邊嗎 對 他是球季最後的兩個月說 不打了 我先回台灣嘛 可是他前面那四個月就是 還有春訓 從春訓到球季結束前的那個 那個四個月幫忙很多 那時候還要有他 所以那時候進入狀況比較快 因為他又是普手 我那時候的觀念跟 美國的觀念又不一樣嘛 他們在丟球的觀念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主戰普手 球隊要培養的又是拉丁的 你就是還有用很多方式跟他溝通 你那時候去有遇到總統歧視的問題嗎 我那時候沒有 應該是跟少官在一起也有關係 因為他已經在美國很久了 所以他知道這什麼跟外國人相處 我去跟他我就差不多知道 我那個層級比較大啦 最少也就21歲24 22歲以上的大學生嘛 所以沒那麼嚴重 就不會有那麼多那種奇怪的想法 Rookie的就會 Rookie的就會 年輕的就會 就會主張想要去弄人家一下 他覺得好玩 我是沒有碰到那種種歧視 那時候的新聞是說 因為你回來台灣 丟了太多國際賽 造成你的手有受傷 也沒有受傷 06年的年底 有一個系列賽 你丟了兩百多球 週季杯吧 但是我是覺得還好 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那時候受傷嗎 因為他週季丟完又去丟了 你把它壓抑 週季之前是大運那些啊 還有阿聯飛什麼都丟啊 然後初季啊 第一次他一直接春季一直接到 那你就超落車了嗎 我是覺得沒有 其實比較太心急了 去的時候心態不好 我覺得很簡單 所以我去秋訓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簡單 我就差不多這樣 我就很快去上去 可是這樣心態不好 然後不了解整個 每隻小聯盟的生態 每個層級的用意是什麼 那就給自己壓力太多 所以你第一次的投球 是一陣子那時候發生的嗎 第二年去的時候 第一年還投一整年 第二年去的時候 直接從221開始嘛 啊221投一個月以後 成績就蠻差的啊 速度還是有喔 還是可以在9394喔 可是那時候很冷 221的地方很冷 我們在Bull Pen 然後轉Bull Pen 超冷的已經穿很多了 戴手套了 還要開那個燒沒有的那種 在旁邊這樣吹 你要丟之前還要去吹那個熱身 然後還要丟那種下雪的 對所以開季的第一個月 那時候很辛苦 可是那時候因為要拼滿 很冷沒差 可是那速度還是有 可是就是 位置 位置就很簡單 所以打指就比較強 你位置差一點 他就掌握到了 那時候有人可以提問嗎 教練啊為什麼 會他會跟你講 他會用一些機會讓你知道 其實當中計 投球就是 可能抓一個人次也好啊 抓兩個人次也好 不一定要投得很完美 我們那時候 可是我們想的就是 要很完美 對 你想的跟教練要的是不一樣 對 可是他會用一些機會 讓你開導你 可是久了壓力以後 因為成績那時候沒有起來啊 而且你那個 滑球的轉速又變慢 他就覺得你是退步的 怎麼講 滾中神脈的說法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 有時候你會碰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會覺得 丟的時候不是控制得很好 可是你就是有方式可以調整回來 其實每個人都有 我會用以前的方式 可是以前方式調不回來的時候 又加上自己會急嘛 要急了就有壓力 可是有的是可能是 身體上的狀況啊 運用運科啊 是可以輔助回來 有的是心 還是想法 當下很需要一些方式 來去幫助自己調解嘛 那時候怎麼會覺得你要回來 四處有因為想要拼看看嘛 再拼回到美食體系裡面 所以要先從土力聯盟開始試看看嘛 可是一樣就是 旁邊OK 真正要丟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落差 那時候還沒有很嚴重 但是甚至就是 一直在等機會嘛 就是去訓練嘛 去廢學練 那時候就認識當地的很多留學生嘛 然後就跟他們 會跟他們去打棒球啊 就丟 可是就跟他們練 然後就想說 心血來潮 練一下準度 把他們的桶子 放在本壘板那邊 然後我就要投我球 全力吹 我想說 練一下控球 可是把他們的桶子丟破了 可是 很好笑的是 我不知道那個桶子 對他們很重要 有些學生就是 看到那個桶子裝球 就那個桶子而已 可是被我丟破 我想說沒有什麼 然後他們就很生氣 變成我會去DKS 那個專賣體育用品 就買一個新的給他們 就塑膠的那個桶子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沒什麼嘛 就練準度 然後再玩 他們是真的生氣 他們是真的生氣 他們就知道那個而已 然後想說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 對那麼認真 我覺得碰那個DKS 買一個新的 很好笑 所以 觀眾前面講那個 其實每個人都有 你是回來 父母的時候才遇到他的對不對 沒有啊 我在 兄弟的時候有碰他 因為他在那個捕手 在兄弟啊 對啊 我剛回來那年 他那時候還在蹲啊 所以你那時候 10億回來 被兄弟拳到嗎 然後開幕戰優先發 對啊 那時候本來是OK 可是硬要搶那一勝 差一個出局數 硬要丟 就被那個 陳志偉 把那次全力打就下來了 教練本來要換你下來 他們也是想要 讓我製造那個機會 因為他 打很多分嘛 可是他那場 真的投得跌跌撞撞的 可是後來 但兄弟一直都沒有投得特別好 但是有一年 有一個月就是表現還不錯 當然可以 12年 上半季都在二軍嘛 然後下半季 開始 上一軍 然後再投完嘛 那整季 那個半季投完 然後13年成績都在一軍投嘛 那年是投的最 可以掌握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你跟小雞嘛 對 還有紅文啊 還有青啊 對 我們那時候就是拼嘛 對 然後後來你就是離開了兄弟 去紅三五 那時候 對啊 那時候我弟都在球隊啊 因為他們都在說在一棒 他們那時候就是 早上上班下午練球 很規律 那時候我就是 都在那邊練 我想說 他們就是上班完又來練球 我覺得這個生活還不錯 就不是像那個壓力 一直每天都打棒球 沒有那種壓力 我那時候覺得這樣很辛苦啊 我覺得他們這樣還不錯 那你那時候還是想要平衡去一次 我那時候也想 可是那時候的調整 調整的模式 就不會像 後面來齊立這樣子 那時候只想說 找一個機會 來 就要測試去丟 對 那看到我弟他們這樣上班 然後練球 我覺得這個模式 欸還不錯 比較沒有壓力嘛 原來也有這種方式 可以打棒球 可是只有在失業 就是一整天都是打棒球 那時候就 齊立也在找球員嘛 他們新成立改在高雄啊 剛好要招募球員 那時候老師 就給老師測試嘛 那剛剛進來的時候 狀況也是沒有很 是慢慢 習慣這個 步調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 別的啟發 就覺得公司的事情做完了 來球場練球 就可以很輕鬆去練 不會有壓力 然後測試會 就被義大學 富邦 對 我就去富邦 那時候因為滾丟在那邊吧 沒有 那時候想說參加 那時候心態是有上沒上沒差 你就去 如果沒有上就這樣結束 我就好好在公司這邊拼 在越野打拼 因為我已經考證照了嘛 我被撕出以後 我繼續考證照 我已經有筆記教練證照 那你也有筆記教練 對 我就想說 那就轉跑道就好了吧 那就去測 一測完 去搭高鐵的時候 剛好碰到群雄神敗 他直接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啊 他直接問你 他說有沒有興趣 我說有啊 我說 他說問你 你有經紀人嗎 我說有 他說是誰 我是跟他談還是跟你談 這樣 我說就跟一間世界人談 我說好 我那天測完 我還搭高鐵趕回來 隔天早上要上班耶 我隔天早上還去那個 那時候的飯店鋪床 一大早啊 我八點的班啊 不拼回來 你現在球員要鋪床嗎 現在沒有啦 現在就是專心在洗衣場 對啊 主要是這樣 那後來去了富邦 那一年用的還不錯對不對 我會說富邦其實 滾丟神敗沒有特別挑戰我 他沒有特別去動 他只是偶爾會看一下動作 他主要是看我的 整個連動 投球的順序對不對 會不會卡 所以他是幫你看這個 他是看這個 看你的發力的順序順不順 他不會去強要你一定要幹 他是叫你丟 因為他幫你接嘛 他接的動作他會給你反饋 然後他就有這樣 哪一個位置的發力 你就維持在這邊 然後這樣就好了 那一年你的表現 怎麼會比較不太一樣 我覺得也是心態 心態就比較 因為在齊力調整了一整年嘛 他就用這種心態去比賽啊 你丟的還不錯 怎麼會藝然那個人要 沒有我本來就設定要一年了 你本來就設定一年 投板就要退休了 就拚這一年啊 啊就投給我爸媽看嘛 所以現在你就是回到 公司啊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去打那一年我就 我就沒差 他選8號的無限大 無限大對 無限可能 結果記者反我 結果你的防禦力無限大怎麼賣 對齁 我怎麼沒有想到 很好笑 那你對現在的工作有什麼希望 沒有我 我當掛是掛總教練 可是我跟他們相處還是都一樣 就是一樣的方式 練球本來就嚴格啊 他練球都已經那麼緊繃了 你比賽還那麼緊繃了 要不是不認真 練球不認真就不行了 沒有認真你怎麼比賽 我們不是那種教學員 不是用以前的經驗去教 就像我今天如果教這個選手 我教他 如果我用我的經驗教 我覺得他會馬上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經驗很多啊 我可以跟你講很多啊 可是那不是重點嘛 你乾脆就是要用真正問題在哪邊 教選手 不是用你的經驗去壓選手 現在選手資訊都好 你找不到比你還多 你乾脆就是跟他 他們喜歡用什麼方式去瞭解棒球 我們就用什麼方式跟他們去聊 以我的觀點 跟你的觀點我們去看嘛 再加上我覺得有些方式 可以幫助你 讓你知道找到更好的問題 像我像醫生啊 醫生總不能找到問題 不開藥給他吧 找問題什麼都會找啊 可是要用什麼方式可以幫助他 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能力嘛 還有經驗嘛 所以以前的你其實是技術夠 但是你的可能在心態上面 沒有那麼的健全 我覺得是 有一句話叫彈花一現嘛 彈花一現就是 這個東西你可能得到了 你會覺得說 你就忘記你之前努力的東西是什麼 你就覺得很簡單 你應該是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拿到了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前面你怎麼努力 那個才是重點 這樣才不會 因為你也會碰到低潮啊 有時候他不見了 失去了 你會知道 我要把它找回來的時候 我用什麼過程 你得到這個成果 結果的時候 你一定會碰到很多高低起伏 可是你都會有很多方式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你的心態 如果再更成熟 你可能成績又不一樣 那時候他在二月的時候 是被評比應該會上去的 對 我就覺得很簡單 現在的你想要回頭 跟過去的故事講什麼話 我會說 沒事 放心 一切都是過程 那時候是一心想要拼上去嗎 我們那時候的大聯盟先修班 你知道嗎 大聯盟先修班是在冬天 他會抓十個 明年有機會上大聯盟 就讓你去大聯盟的主場 去讓你了解整個場館 帶你熟悉環境 還有讓你知道裡面的所有的主管 你會碰到的人 就開始上課 搭配那個仲俊瑩 你就是每天送去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克里夫蘭很冷嘛 也是下雪 也是住技術家庭 我們那時候還先跟2A 3A的 那時候還不知道會去2A嗎 還是3A嗎 可是他會先讓你去跟2A 3A的 球迷先見面會 那時候有見面會 對啊 你去坐高的椅子 就像我們去直播派對 不是會坐高的椅子 跟球員互動嗎 你就會先認識 你還沒有上到2A 3A 他就先讓你認識 先讓你熟悉 他就開始上課 然後放一些影片 就是比較不好的 interview的影片 媒體問你的時候 你不能說一直重複說 就是練習啊 就是練習啊 不然要怎麼樣 就是練習啊 不可以這樣 你要講很多東西嘛 媒體要的東西不是這樣 可以講很多故事給他聽 他想要什麼 你就給他 有的東西會故意激你 可是你就可以把他拉回來 或是你可以給旁邊一個延伸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有一次上一堂課 有點像總裁特助 管理上下的那個特助 他會問你 你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上大聯盟 你都換我講的時候 那時候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我沒有講什麼 我就是要上去 我管他那麼多 結果翻譯就這樣翻 大家都沒有聲音 其他球員都沒有聲音 然後主管說OK 好 很好 那我們就 下一堂課 我會一直回想 那時候的過程 靠 怎麼會講這種話 太屌了 太臭屁 太囂張了 我們其他隊友都講 他們每個都講 會說 我知道我現在需要什麼 等到這樣的時候 我之前碰到的時候 我需要怎樣 就是因為這種心態 就 下去 然後我回來 終止有時候覺得 終止很簡單 我就想 終止很簡單 強度應該就沒有像什麼什麼 沒有 很多不一樣的壓力 媒體的壓力 球迷的關注 教練的想法 老闆的想法 你回到終止 你有覺得哪個 拿著浪馬 那個火哥 火哥喔 不喜歡對到他 他有時候很黏 有時候會打第一顆 你就是抓不到 有時候他 危機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黏 他會給你打第一顆 他打第一棒 你覺得他可能會看得多一點 他會給你打第一顆 就是抓不到 我覺得火哥 我在附棒的時候 我對兄弟就 燃燒啊 燃燒小宇宙啊 拼一口氣嘛 你丟恰哥丟的好玩嗎 OK啦 我覺得可以啦 還有葛 被他打人打的是應該 如果他打不好是 他跟沒有掌握好 我沒有很厲害 是這樣 王宋偉 沒有他都知道 我要丟什麼啊 我跟他都是直球 沒有變化球 你自己看重播 我跟他對決 他都是打第一顆 他都打到三連這邊 他也知道你要丟直球 我都是給他直球 他就用力打 他就用力拉 對 他都打這邊 每次人都打這邊 你是本來就設定 對他都要丟直球對不對 我對他 不是 我對他就是要全力丟嘛 我的想法就是 當作 丟那個Live BP一樣 很熟啊 我跟自身也是餒 都是直的餒 自身應該有讓我 勇姬 勇姬 勇姬應該也有讓我 勇姬 勇姬應該也有讓我 勇姬的話就一半一半 有時候被他掌握 可是他真的很會 他的球很會打回來我這邊 他的Inside要真的很強 啊思琦 思琦就 接受不要被他配到就好了 你那時候又都要勇姬吧 對勇姬成敗 就是那個專注力會不一樣 可是你不會硬拚 差不多這樣吧 三連你有對到泰山版嗎 泰山成敗 欸 這蠻難解決 對泰山成敗丟 只有一個方式他會打的沒有很好 就是裁判 裁判如果他的好球帶是比較寬 他就不好打 就是他覺得這個不是在他的coast 他就不會去理他 可是你真的讓他丟這邊 你就 打很遠欸 真的 泰山不一樣 泰山就是 好球帶的那個機率很好 他覺得我的型態是什麼 他就顧這邊 他不會被很輕易講 可是我不可能是丟這邊嘛 有可能就外面如果裁判 多兩顆裁判剪 他就會 他的想法就會 這邊也要這邊也要 他就沒有很專心這邊 國慶也是讓他打插棒 然後再用低的去讓他 因為他會這樣 他喜歡這樣打 他不喜歡被散陣 很高的你讓他會插棒 然後最後關鍵那顆 那個位置出來就 放下去了 你最拿手的是滑球嗎 我覺得我最拿手的是這個 直殺 直殺球 你直殺是出國練的嗎 還是日本就會 慢慢練出來的 慢慢調整出來的 你現在在教他們 你會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不然還有什麼 上課啊看 美國現在 最新的資訊是什麼啊 潮流是什麼啊 為什麼現在的投手都可以投100m 就是我想要探討的是 為什麼以前93mine 92mine 可以當先發 95、96是頂級的close 你現在球速沒有到95以上 你沒有辦法當中繼 你要當close 你要到100mine以上 那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你覺得就是運科啊 所以你覺得運科真的可以幫你選手 可以 搭配一些訓練 就像我講的 你儀器再好 可是你本身沒有提升你 你怎麼 那就還是儀器啊 你只是把畫面拍得很漂亮 喔拍得很好喔 1秒600張喔 我看一下 好結束了 教練所以看到什麼 沒有啊 看到你1秒拍600張啊 這是不對嘛 它是一個輔助 可是你要知道怎麼運用它 本身你要成長嘛 不然你幹嘛要找高速攝影機 因為你知道它可以放到你什麼 再來就是了解現在趨勢是什麼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拍 為什麼想要拍這個角度 為什麼想要拍這個角度 有原因嘛 所以未來你會用更多的 國外的經驗 或者是聊分析的東西去讓他們成長 可是我會先用儀器 先了解他們 所以我會先了解他們 現在狀況是什麼 然後我再用我的經驗 再搭配我學的東西 看我要怎麼幫助他 我們來試嘛 來拍 是不是這個問題 如果是就很明顯了嘛 就有對比啦 就很快啊 可是重點 不是馬上拍就可以找到的問題 是要先了解他們 現在狀況是什麼 你就是盡量讓他們遠離天分這件事情 天分是一定 盡量把他們的思緒 不要一直靠天分 靠感覺 很多東西可以讓你知道 你有很多方式去面對你的低潮 主要是你自己要有方法 我們只是幫你 我給你方式 我可以分析給你看 我可以給你調整的方式 可是重點是你要做啊 最終的目標是 他可以當他自己的教練 如果他可以當他自己的教練 那就是這個目標啊 我覺得 土法練剛沒有錯 可是要看 現在這個人的階段在哪邊 你基礎不好的人 你用高速攝影機拍什麼 他才剛剛是學棒球 你用高速攝影機拍他幹嘛 所以你是要先 基礎先學會 每一個階段的東西都學會了 你用高速攝影機 才會看到真的細節的東西 這次請潘松偉簽了三張月MVP的球員卡 只要在留言處寫下 潘松偉覺得哪位中職打者最難對付 隨機抽出三位網友 我會聯絡你 將球員卡寄給你喔 喜歡我這次球員訪問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下一集會介紹台東的美食給大家